记者罗新珍屏东报道,屏东县立镇新国小校舍使用于40年,经评估为列入重建计划,今天,7日,举办校舍重建洞土典礼,邀请地方士神,其老居民参加,场面热闹隆众建立安全的学习环境,政府责无旁贷,屏东县长潘孟安表示,拆除重建工程预计108年8月竣工,新校舍, 兼具绿色建筑及实用功能,融入在地理史地理特色,也将设置电子化设备,规划班级教室,多功能教室,专科教室,社区共读图书馆及幼儿园教学区,成为潜艇社区型学员,充分展现绿色环保,人文绘萃,活泼多元的校园氛围,创于1943年,为严护色的振兴国小,目前有国小部六班, 幼儿园一班,学生数94名,西洞大楼兴建于1978年,一于40年,属于老辈少建筑,设施设备老旧不堪,墙壁严重剥落,影响学生学习,考量台湾地震频繁,经详细评估后列为需拆除重建的建筑物, 振兴国小校长李炳目表示,学校位于屏东建沿浦乡,地处大雾山下,爱了西畔的闽南聚落,学区寒阔振兴于九爱两村,属于传统的农村形态社区,校舍工程将采原地拆除重建,于潜亭四周重建二楼22间教室,预计300日里天竣工。 好, murdered,我们的建筑劳幼,冲学院,組友训社长,为名称国称国陵梯宗,更多广东西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